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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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所谓的人文素养 这个功夫主要以儒家的功夫为主 那么这样的一个功夫要怎么修呢 功夫刚领在于 论语头说的中性 孔子千言万语所说无非中性 或者叫忠素 忠于己 信于人 忠于己就是真实的自我 信于人就是和谐的人际关系 当忠信简单说两个字 要充分展开 我愿意借着孟子的一段话非常优美 来作为忠信这个功夫那样的展开 孟子就说可欲之未善 有诸己之未信 充实之未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未大 大而化之之未圣 圣而不可知之未圣 所谓可欲之未善就是 我要欲其可欲的不要追求虚荣 虚荣是假的 自我实现才是真的 所以可欲自未善就是一个自我实现 由自我做主的一个道德修养的路 我们要走上这条自由自主的路 有诸己之未信 这个路要真的去走啊 走一步有一步 把一种感官的经验 转化为道德经验 变成自我呈现的一个凭借 让它显现出人生存在的意义价值尊严来 这个叫做真的 真正被我所实现出来了 这个叫信 信就是真实的 充实之未美 原来这样一个道德经验 它有一种永恒不朽的美感 就是道德生活之美 从此而有光辉之未大 光辉是对别人的影响力 人格有了一个真真实实 活出来的意义价值了 自然就能够影响别人 用发光 发热 发出爱来影响别人 大化之之未圣 就是这样一个爱 最后会形成人我合一 成为一体 就是你不是一个强者 骄人者 没有那么高高在上 爱人者跟被爱者 其实是平等的一体 最后 圣而不可知这位神 也就是最高的道德境界 就是人我两亡 大化 圣而不可知 圣而无圣相 大而无大相 美而无美相 这才是真正的美 这个时候不但是儒家 甚至儒家跟道家也合为一体了 所以最终极的圆满的人文之美 生命之美 真正最高境界的雅致 应该要说到这么一个圆满的境界 是最终极了 最终极了 最终极了 感谢观看